這個案子是朝野在飆車啦 不要忘了賴清德當黨主席的時候 哇 這個舉得很高啊 學術論文要怎麼樣啦 掃黑啦 掃金啦 什麼都通通來 所以他就把他道德層次拉得非常高 所以他這個民進黨的黨制人員 不可以有黑的背景 金的不可以 人家一直在修理他 台南市場任內 裡面現在還講說 八十八槍跟他有關係啊 這個雅光地的事情跟他有關係啊 所以他把這個拉得很高 拉得很高就變成說 只要你洗錢還有其他的 一輩子不可以參選 好了 今天陳孫 後來這個也在黨說 你要同意啊 好啊 所以你注意看喔 前面的時候聲音不多 大家都贊成喔 贊成喔 哇 民氣可用 老陳剛講的民氣可用 大家覺得說這個東西啊 這個是會快完蛋了 民進黨黑金這麼嚴重 怎麼會 大家不是愛鄉圖嗎 青年嗎 怎麼民進黨一定不青年 要一定不這個 要錢 這個樣子啊 好 結果現在 現在發現說 陳孫悅一出來之後 你要覺得說 有道理啊 這樣的事情 你補充到一輩子的權利 這是什麼 這是違憲 憲法給的權利 選舉 罷免 創制 副權 憲法給的公民權 這麼重要的 你就因為這事情 你把刺責公權一生一輩子 好了 可是我要講一個東西就是 違憲的事情 民進黨政府做了Angle啊 比如說 比如說疫情期間投票的 那個染疫的人不可以投票 這是違憲的 我們節目也談過這個事情了 那一些人 染疫的人 可以參加去考試 國家考試 可以去考試 分開 但是就是不可以投票 為什麼 他們算過 這樣查差不多幾十萬票啦 十七萬票啦 這個算一算 這個不要給 這個外面的回來 台上不要回來 算一算 這樣可以少多少 這些人都不會投我的票 所以這些人票扣一扣 他是這樣算的 染疫的人因為氣我 口罩不夠 疫苗不夠 所以生氣的得病了 不會投我 他已經這樣算了 那一些 老實說就是違憲 大大的違憲 最大爭議是陳水扁出來 趴趴趴啦 這個我說明一下 因為行政院版是明定 國安犯罪 黑金槍圖 重大犯罪 匯選 還有重刑 這四類不得登記嘛 那陳志忠因為他只判一年 可是他卡到的罪名是洗錢 所以陳水扁就說 這個完全不成比例嘛 那這裡就有一些問題 就會出來 就是說因為這個洗錢 聽起來很難聽嘛 那你覺得性犯罪不難聽 那個兒哨性交易 你覺得不難聽嗎 那那些你為什麼不 禁止他來參選 我比如說 我認為強暴罪很嚴重 毆打父母也很嚴重 家暴也很嚴重 為什麼獨裂這個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